人际 这是沈西最先想到的地方 想到就去了 人际的楼比沈西想得要大 门庭若是 他进了门诊大厅 找到一位护士 询问这里是否有一位叫钱源的先生 对方疑惑摇头 说人际并无此人 难道记错了医院名字 不会 这样有名的医院 听一次就记得了 沈西想想 又问那护士 外科室 有没有刚下船回来的医生 两位 一位英国人 一位中国人 这回护士才笑了 说有的 沈西忙将央和交给护士 对方也热情 让他等在后诊大厅 为己 英国人笑容满面 赢了出来 我带你去找他 英国人说着 带沈西去二楼找那位钱源 上了楼 刚好是下午背了光 光线不足 走廊也没开灯 有些暗 地上瓷砖倒是新的 在这样灰暗的地方都泛着光 英国人推开了一扇门 里头一地白茫茫的全是纸 蹲在地上 整理资料的男人 背对着他们 他听到动静回头 见到沈西 马上笑着说 你果然来了 我是来了 只是险些被人当骗子 沈西礼貌地回 骗子 男人恍然 直立起身 哦 对 我对你用了化名 他又笑着 用湿毛巾擦干净手 对沈西伸出右手 正式介绍自己 笔姓段 断孟河 沈西象征性地和他握手 先说句抱歉 断孟河指着沙发 先坐下来 我会给你个合理的解释 沈西虽被骗了 可想着自己也是有化名的人 也曾骗他说 自己和傅同文是夫妻 这样两相抵消 他还多骗了他一回 也就没真生气 顺着他的意思 坐在了沙发上 让孟河送走英国同事回来 特地插上门 为沈西递上一杯茶 他人在沈西对面的椅子上落座 笑容渐去 似乎在想 如何解释 能更简洁合理 在游车上 沈小姐身边的那位先生心急难遇 有留学背景 又是家在北京城 傅姓公子 我猜 他就是傅家的三公子 对不对 沈西 沈西 抿起嘴唇 你如果想问他 那我现在就要走了 段孟河摇头 你听我说下去 我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 就是因为猜到他是傅同文 他停顿半晌 又说 其实 我和段家 有点亲戚关系 段祺瑞 你应该听过 原大总统的心腹 沈西错愕 这样看 他家和傅家 都是北洋军一派的 分属同僚 为何不愿相认 我很怕自己 在上海的事 让家里知道 他们还以为 我仍旧在国外深造 段孟河无奈一笑 所以 才会骗了你们 对不起 沈小姐 你回国没有告诉家人啊 贵国五年 从未归家 他说 所以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这话 倒严重了 沈西轻摇头 我没生气 段先生不用一直道歉 那就好 段孟河轻松不少 来 我们说说你 是改变主意 要来人际了吗 并不全是 并不全是 那么 他笑沉沉地看着沈西 是为什么呢 我只有三个月在上海 想找点事情做 所以来自荐 沈西望一眼地上堆积如山的纸 上头是英文 你需要助手吗 医学背景 精通中英文 中医也懂一些的助手 段孟河略感意外 却很开心 当然 他指满地的文件带 和堆积如山的纸张 我正在为这些东西发愁 你一定是老天派来拯救我的天使 地上的 过去各科室遗留下来的 术后记录和病历 因为人际 要搬去新的医院大楼 这些资料也被翻了出来 要求重新整理 院长原本想交给住院医生的 但医院本来就人手稀缺 大家做自己的都嫌时间不够 谁还有空整理历史遗留的资料 所以 段孟河一到上海 这难题就被丢给了他 在上海 一个既懂英文 又懂医学的人 已经算是稀缺人才 就算找到了 人家想做的 也是住院医生 不是整理资料的助手和秘书 所以说 沈西真是天使 来拯救她的天使 这里边有骨科的吗 沈西很感兴趣 三个月的时间 不够做正经工作 却刚好适合干这个 可能你要失望了 到今天 国内也还没有一家西医院 有骨科科室 段孟河笑着解释 民众在这上边 更信任中医 原来是这样 沈西很清楚 临床经验是最重要的财富 所以这些病例对她是同样珍贵 临床经验都在这里头 是鼎鼎好的教材 沈西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也是她人生第一份工作 但她同时 也不想浪费在人际的这个好机会 沈西在征得段孟河的同意后 每天都要带一些回家去 不懂得第二天再带回医院问 这样白天还有时间 去跟那个英国人在外科实习 去门诊或病房 假若还没系统的骨科科室 那么在外科也不算偏离 她在纽约所学 更何况在人际 不少医生也是轮转科室的 段孟河就说 她在内科 外科和儿科 甚至是副科都待过 这样轮转科室 能对临床医学 有更深入的理解 段孟河如此解释 资料里有许多病例 都是几十年前的 刺激潦草 段孟河和沈西商议下来 希望她能受累再抄一遍 以便后人查看 没问题 你管莫耍 沈西答应了 于是 在1915年的8月 每晚陪伴沈西最久的 虽不是傅同文 却是她送的那支钢笔 一晚 钢笔墨水用尽 却还有小半叶纸 没抄完 她想做完事再睡 于是满屋子找墨水 想着傅同文曾在这里住过 总会有文房用具 傅同文的东西 都堆在一楼角落 木箱没上锁 打开两个 都是书 柜子里倒翻出几本日记 这是很私密的东西 沈西没多看 将它们原样放好 又在柜子右侧的边角 看到了一捆信 上头那封字迹捐秀 用小凯写着 同文亲戚 在深夜 猛见到这个 倒像心里有个 招摇过世的小醋俠鬼 晃着 在她耳边吹了口气 看看吧 无妨的 沈西的手 在捆信的绳子上 摩缩了会儿 偷偷看第二第三封的封面 一样的字迹 显示 出自同一个女孩 那小鬼又在吹气了 沈西局促地将它们塞回去 关上柜子 非礼物事 非礼物念 非礼物深思 她踏拉着拖鞋跑上了楼 没几步又回来 将灯关上 回去二楼房间 也顾不上什么 今日事今日毕了 直接关灯 睡觉 三个月后 刚笔墨水的空瓶子 堆满了书桌 沈西没有丢掉它们 想做个纪念 就把用完的墨水瓶 摆在了书架上 她满打满算 将日子算到了最后这一天 沈西把段孟河办公室 遗留的所有文件并利 都整理好 又分门别类地 给她写了说明 在那天 都交到段孟河手里 竟也有些不舍 她唯恐段孟河搞不清楚 耐着心 为她翻着说明 一页页的讲解 段孟河是个喜欢玩笑的人 今天倒话不多 只是听沈西说 沈西最后将办公室的 铜钥匙放到桌上 但先生 你要按时用早餐啊 段孟河在某些方面 和自己近似 一旦心思在工作上 就会费寝忘食 这里的住院医生 有严格用餐的时间 可段孟河早就是主治 不受约束 反而还不如 住院医生的生活健康 条条框框 有时还是有用的 我一直想问你 段孟河打开抽屉 收好那把童钥匙 你和傅先生 是假扮的夫妻 还是别的什么 傅同文叮嘱过他 不要对外人 说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沉默后 沈西说 是家 她是我的家 我是个孤儿 一个家人都没有 她是我最亲的人 段孟河惊讶 你从未提到过 这如何提 沈西低头笑 你是有家不想回 但总有扇门 有盏灯为你留着 我和你不同 我在纽约住过 上海住过 广州也住过 可在哪个公寓里 都和在游轮上一样 是在漂泊 当然 我能养活自己 不是想依赖家人 而是心里的 在最落魄时 理想都说不动了 身心俱疲时 哪怕没有力气 再走回去 死在半途中 也会知道 有个地方是自己的 你不会理解的 至多是体谅吧 不亲身经历 都不会了解 沈西讲完 暗示告辞 段孟河提出 要去送一送他 就送到门外 沈西征询他的意见 对这个 亦师亦友的男人 他却始终保留着秘密 有关住处 有关傅同文 有关他自己 从未透露 段孟河笑道 是 就到门外 他说到做到 并未食言 人走到医院大门口 收了布子 门左侧 有个卖花的婆婆 蹲坐在地上 脚边放着个篮子 面前也铺着块 蓝色粗布 一个个小花包 被整齐的马 放在布上 每一个小花包 都用根细线打了结 芝子花 白蓝花 一朵 五分羊田 婆婆在秋风中问 先生 买一朵 送小姐吧 段孟河静了静 把钱家拿出 沈西怕他破费 抢先数了五枚钱币 放到粗布上 捡了一朵白蓝花 他曾见祝太太 在衣巾前的扭子上挂过 迎面走来 都是香气宜人 只是眼下深秋了 穿着大衣 不方便挂在前肩 于是他就用食指勾着 须握在拳头里 这样一路回去 手上 衣袖上 也该有兰花香了 带着香气 见富同文 也蛮好的 沈西归心似箭 告别说 再见 段先生 段孟河望着他 并不见笑 再见 在沈西掉头走时 又听见他说 北京秋凉 你这样穿担保 沈西 付了钱 女孩子才会晓得你的心思啊 小得又如何 段孟河自我朝解 有些关系 没点破才是最美的 真应了那句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到天凉 好个秋 沈西回到家里 天还没黑 他也不上二楼 就在一楼等着 皮箱子早就放在门边上 随时拎起来就能离开 他撑着下巴 坐在厨房门口 宽颜帽放在膝盖上 人穿着大衣 倚靠着门 将手里的兰花 颠来颠去 玩一会儿 闻闻手心 又笑一会儿 沈西在上海的日子 看了许多的报纸 杂志 预备了好些话 够和富同文连说三日夜的 起初房间里有黄昏的日光 后来有邻居的灯光 到最后 只剩下对门一家 还没灭掉院子里的灯泡 等到那灯泡也没有了光 沈西这里也都暗了 天黑了 沈西仍在门边上 心里有说不出的枉然 地上是月光 人饿 也乏 旋着心从黄昏等到了深夜 手指都懒得动一动 他只好靠在厨房的门框上 闭上眼休息 不敢上楼 怕睡着了 听不到人来接 恍惚着 时空成了碎片 在脑中飞旋着 影像从广州退回去 到邮轮上 再到纽约 最后竟回到了傅家的宅子 那个白日 傅家的兄弟姐妹 齐聚一堂 万事不如悲在首 一生几件月当头啊 大哥 那日的傅同文 风流尽险 说这话时 嘴角抿出来的笑 有讥窍和不屑 从眼底 样到了眉梢 人再醒 是被急促的叩门声阵醒的 沈西慌忙起身 帽子掉在了地上 都顾不上 冲过去开了门 刺目的日光里 站在门外的 竟是断梦河 他仍旧穿着 昨日的泥子大衣 仿佛没回家 换过衣服的样子 沈西认清这张脸 心落了下去 断先生 他洋装着轻松问 你 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抱歉 我早前跟过你 端梦河抱歉 低声问 你从昨天下午到家 到现在都快二十个小时了 晚上也不见厨房亮过灯 又没见你 带买吃的东西回来 饿不饿 沈西人有点迟钝 没 不太饿 你不是说昨日就走 可是接你的人没来 沈西本就担心傅同文 被这么一问 心头一颤 忙低头掩饰自己的情绪 笑着说 也没说就是昨日 也许是今日 世道这么乱 耽搁一两天也是正常的 门外的邻居走过 张望着段梦河的背影 这可是沈西这房子 第一次来客人 我能进去吗 段梦河见他脸色很差 轻声询问 可以吗 沈西犹豫 他回望了一眼房子 好像不是很方便 那算了 段梦河也不抢人所难 他是带了早饭来的 西式的三明治 沈西起初不肯要 段梦河又说 这几个月在医院 沈西也常给他带早饭 这算是还上他的 见段梦河如此坚持 沈西也不好再回绝 到了谢 把纸袋子抱在怀里说 段先生 还是说再见吧 好 再见 段梦河答应着 沈西对他礼貌点头后 将门关上了 和段梦河说这么久的话 他力气也都耗尽了 人站不住 到楼上 大衣脱下来挂到衣架子上 人就倒在床上了 吃了两口三明治 直接把棉被盖在身上 睡了过去 三个月 是沈西的一个心理防线 这最后一天过去 所有对傅同文的担心 都分涌而来 一时怕永远没他的消息 一时又怕得到的是死讯 这样的心魔折磨着他 再没了过去三个月的安稳 也没了对傅同文的信心 去北京找他 万一他正在来时的路上呢 沈西原先想着 哪怕过了三个月 他也能坚持等 可真到这一地步 人全乱了 傅同文的身体 傅同文所困的境地 他想做的事 每样都是最危险的 只要想到 傅同文可能会死 或是已经死了 沈西就浑身冰冷 人浸在满是热水的浴缸里 也像睡在冰坨上 一天 两天 这样浑浑噩噩的 沈西又等了十几日 还是没有傅同文的消息 这天早晨 沈西洗了澡 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脸 瘦了足足两圈 镜子里的人 婴儿肥退了 眼睛倒更显大了 在望着镜子 自己和自己对视 楼下似乎有人敲门 沈西骤然清醒了 穿着睡衣就跑了下去 来不及披一个挂子 人还喘息着 门插打开 笑着拉开了门 在看到门外的人一刻 他都以为自己有了幻觉 心一寸寸地凉透了 段先生 十一月的冷风 顺着敞开的门灌进来 段孟和这回 没有征询他的意见 扶着沈西的肩 让他让开一旁 自己择进了门 反手 门就被关上 段先生 你要做什么 沈西倒退一步 头撞到了木楼梯上 你听我说 你不要怕 段孟和急着从怀里 掏出了一份电报 你这样等下去 人是要垮掉的 你已经在这房里 等了十三日了 这和你有关吗 沈西的坏情绪 全爆发了 他刚才跑下楼 带着多大的期望 现在就有多大的挫败 请你不要再擅自 来这里可以吗 这是我和他的房子 沈西 段孟和进前一步 你看看这电报 这是我家里人发来的 有关他的消息 沈西一愣 段孟和拉起他的手 把电纹放到他的掌心上 你等的人就在北京 沈西顾不上别的 打开那电纹 上边是密密麻麻的数字 每四个数字旁 有一个手写的汉字 是电报一文 他仓促地扫过去 连成一句话 负三 陈柯难起 在京无误 时局有变 汝济归国 当速速返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